给上层写信 说不能这么高 要计划 要管制 不然的话很快 我们的小麦都会吃完的 这就是姚文元 四人帮那个年代的逻辑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明白 然后 我再问你一个基本常识 米国的黑奴 什么时候解决了温饱问题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的米国的黑奴 一年吃肉是一百斤 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 然后你就知道 刘封章当时 去了米国之后 当时就傻了 所以我们先去看世界 然后再看自己 马老师你年轻不知道 当时的情况 文教授 说得对解决了 当时吃饭问题 好了这个问题 我就不给你说了 好吧 就是我 就不给你争论了 因为争论这个太耽误我的时间了 太耽误我的时间就发现 现在又开始出现了类似的逻辑 现在又开始变相的鼓励 年轻人 我不是说各位能听懂什么意思 这是我想说的 能听懂了吗 这是我想说的 他农村他本来就效率低 你去到那效率就更低 你们想象 就你家的城里的孩子 你让他当农村他干什么 他出了偷鸡摸鸡会干什么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这叫常识问题 如果常识问题 你们还要再给他做解释 还认为是正确 兄弟我就没字了 因为我一再给你们推理 城里效率高 城里工作机会多 城里工作机会多 你不在城里解决物业青年的问题 你在就业机会少的地方 解决就业青年的问题 各位这是智商低的 是的 我已经严谨的逻辑 这么给你推理出来 你们还不理解 我就没字了 所以我连给你们争论的心情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我忧心忡忡的事 过去我不忧 忧心忡忡就是刚才说的 类似这个逻辑可能又要出现 这是我忧心忡忡的事 就是这种反常识的人 到现在还这么多 你们你们自己知道 你们现在刚才有说他是智青 你们回答我一句话 我问你一句话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智青前后那个年代 你们很少看到类似的文学作品 你们回答我为什么 各位 你们我们很少看智青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 你回答我为什么 没点智商嘛 那个年代的电影就很少 没点智商嘛 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东西嘛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 也彻底解决不了问题 它最多是延缓问题 但是代价代大 如果我想给温教授 做个解释的话 或许他知道问题 但他不敢提出来 就是我或许顾计他的面子 我就这么理解 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你看看你身边没有智青吗 你自己没数吗 对吧 你自己基本上要知道的 所以如果我想给温教授表示理解他的话 我认为他知道 但是他不说 这是最终都明白的 但是你不管知道 你看看天悦那个电影 是的会是啊 那还是轻描淡写的写的 而且你自己知道穷山恶水出刁民 你们知道现在的村长是什么样 是的会是吧 如果你弄几个知青年轻的大学生过去 年轻的高中人过去 去掉荒郊野外的那种穷山恶水出刁门的农村 我问你一句话 你家的孩子 你家的姑娘敢去吗 你自己没数吗 你自己没点智商吗 各位 穷山恶水 什么时候是勤劳朴实善良的 对吧 你脑袋灌水了吗 他有些东西你可以当真 有些东西你要有智商的 好了 我不说了 我还是希望你们会思考 你还是看看我那个思考的原点吧 就是一夜之秋 一夜之秋 一句话就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就像上次我说的 你看 人家的地可以有我们的很多旗 也可以 集体过我们的节日 我们的地允许还是不允许呢 一个现象说明很多问题 对吧 有时候就一夜之秋 无需多说 好了我就说这些 一会还会继续讲故事 剩下的你们就看我的那个思考的原点 但是有一点 如果刚才文教授那一段 如果你没听懂 你就不要看我的思考原点 我求求你不要看 如果那一段你就没看懂 思考原点 你肯定 看不懂 因为他最简单的逻辑推理 就是纯理性逻辑推理的时候 你忘掉你的情绪 你明白 你忘掉你的情绪 因为理性和逻辑 你相信哪一个 就离辑推理